今天是年三十,过了今天也就是虎年了 那就来做个虎味蛋糕,祝大家虎虎生威 碗内打入三个鸡蛋,容器一定要无忧无水 否则会影响蛋清的搅打,再进行蛋清蛋黄分离 碗内倒入40克纯牛奶 30克玉米油,用蛋抽搅拌至乳化状态 再准备55克低筋面粉 过一下筛防止有面疙瘩 继续用蛋抽滑Z字形 搅拌到看不到干面粉,放入三个蛋黄 搅拌成光滑的面糊 蛋清内滴几滴柠檬汁或者是白醋 电动打蛋器先开高速搅打 等搅打到其大泡泡 40克白糖先加入三分之一 等蛋白变得细腻了再加入三分之一 一共分三次 最后加入白糖之后改成低速 最后的状态是提起来打蛋器 底部是直到,顶部有一个弯弯的小尖 先去三分之一蛋白放入蛋黄糊内 用翻拌或者是切拌的方法搅拌均匀 再加入三分之一蛋白 继续搅拌均匀 把拌好的蛋黄糊倒入剩余的蛋白当中翻拌均匀 取一点点面糊分别放入两个碗内 放入一丢丢的可可粉搅拌均匀 我感觉不是特别的黑 就放了一点点竹炭粉 没有的也可以不用放 另一份面糊放一点点南瓜粉拌匀 把面糊挤入纸杯当中挤酒分满就可以 用黄色的面糊挤出老虎的花纹 再用黑色的面糊画出花纹 最后震几下震出里边大气泡 想要蛋糕不开裂需要用低温来烤制 我的烤箱是上下火110度 一定要提前预热10分钟 放在中层烤了70分钟 毕竟每家烤箱温度不一样 要根据实际情况做适当调整 最后再改成120度烤10分钟上一下色 火纹蛋糕也就做好了